我今天想跟你聊一個話題 很荒舊 假如你是一個內部咖啡室的店長 每一天就要你設計一個主題 就是要你用香港特色的主題 那你會用什麼主題呢 首先你自己已經有答案了 就是你自己有一套不是答案 有一套的想法是怎樣的 或者是一個小巴司機主題的淚瀑咖啡 所有淚瀑穿成一個小巴司機 就一定是正常的了 就走不掉了 那怎樣配搭這個主題呢 就是客人進來吃東西的時候 就不是給他們一張菜單 就跟你客人說 主人今天吃什麼東西啊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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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有小毛冠洞了 等下等下 哇 哇 首先小巴司機和主人今天吃什麼東西 關什麼東西的事 這兩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是完全不關事啊 你明白嗎 你主服 不是女服是不說髒話的 是 那關小巴司機 就是你小巴司機是爆髒爆得很厲害的 哇 等一下 其實我 其實我感覺到你 哇 不是 方向已經錯了 方向已經錯了 我可以回答你這個構思是零分 所以小巴司機和主人今晚吃什麼東西呢 已經是想笑啊 我一聽到已經是 哈哈 還有我感覺到你是想用一個 比較粗皮 是吧 一個粗皮少少的女服的姿態去 去做這個一日店長 是吧 是 那首先 小巴司機這個定位是有點問題的 你已經 還有小巴司機是沒有制服的 你明明小巴在哪裏有制服的 九巴司機有制服的嘛 你怎樣 你這個 我想問一下你的思路到底是怎樣 我想問一下你的思路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你平時有很多客人排在門口進去的嘛 是不是 是 然後呢 你還有一個 小巴司機主題的女服 那你就跟客人說 吃快點啊 對腳一二一二 首先呢 那些是教車師傅來的 小巴司機是絕對不會無兩神神在這裏開車一二一二的 嘩 喂 我感覺到你很多構思 但是全部的構思炒碼一碟就是按鈕 你那些構思完全是九五兩八八了 你明不明啊 你 你很多想頭 但是把所有想頭連在一起就是 變成了一個老頭 你明不明啊 那我就想到了 教車司機主題 欸欸欸欸 你可以繼續 繼續看一下 如果轉成這個教車司機主題的女服咖啡廳呢 那就是 如果那些客人啊 吃到很髒的桌子 有些那些 接著你又要吵架客人 你吃得怎麼樣 你是不是想開追悼會啊 是 那這樣呢 就好一點點了 首先你不要再想小巴司機先 什麼鞭嘴 什麼鞭嘴 那些什麼吃什麼東西呢 跟小巴司機呢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本身 你小巴司機 基本上你 你沒有得罪他 基本上他其實都 態度很好的 但是教車師傅不同的嘛 你來跟他學東西 他一定屌臭你的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制服方面又怎樣搞呢 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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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女服咖啡 你一定要統一個穿 統一個衣著的嘛 是嗎 我不知道啊 這件事就 不過我想你可以把室內的環境 改造一格 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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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裡面先吧 是 每張椅子裡面有滾棍 哈哈 哈哈 是啊 即是主要你要自動波 還是 是啊 還是手動 是啊 但是 你張椅子 你可能是一個 司機 還是什麼 哈哈 哈哈 真是我是一個司機 你當好像是你機譜玩彎案那些 你去托幾張回來這樣 我不知道怎樣 是啊 總之就 你是營造一格 嘩不行 好一齊啊 哈哈 你整個構思已經是 已經是結束了 你明不明白 忘記我說什麼先 到你了 不如你想想有什麼主題 不是 你現在搞到我整個腦都是垃圾 哈哈 全部 你說出來的所有東西 沒有 我暫時想想想想 沒有一點可取 沒有一點可取 我現在想想想 我 我先量一量 我幫你量一量 但是 首先 如果我聽你這樣說 你的主題一定是 你的女僕一定是粗俗的 粗皮的 是不是 不是 粗皮主題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最想的 你中心的思想 是不是想 就是 粗皮的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行一個 叫做 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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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惡女 知道 那種 就是你可能是有少少 非 非妹 還是什麼 非仔非女 那種呢 就是以一個 非女的形式 這樣 可能會好一點 穿著可能比較粗 比較 叫做什麼 粗 東西 然後可能就 這樣 如果這樣的形式 說粗口也會好一點 抖M咖啡室 是 即是黏了腳毛 在女僕那裡 不是我的 不是 噁心啊 你懂不懂 噁心 還有 粗皮 還有粗皮 你都是噁心 嘩 其實你這個問題也很 很激 你是純粹是扭水催 還是怎樣 還是真的來 我也是扭水催 其實挺好的 不錯的 因為 到你了 挺好笑 到誰 到你了 做什麼 我什麼 什麼主題 想到沒有 什麼主題 就是 有什麼主題 我們都在這裡 餅廠